中的内幕 团队一手打造 整辆车只保留车壳和引擎 内装通通改掉 尤其在底盘进行强化升级 揭密打规号 车身光是车壳就磨掉五层喷漆 挡风玻璃换成更轻的PU材质 底盘部分铁件换成铝件 橡皮更换成鱼眼形零组件 而引擎则是 从400匹马力换更大涡轮 达到1150匹 减去500公斤重量是至胜关键 车子快不是只有引擎 它是个整体的赛车工程学 所以我们花了时间 减重了500公斤是非常难的 所以这也是所有对手 没有办法想象说 我们怎么办在这台车上 减低500公斤 历史两个月打造这辆台湾之光 光是购车就花了280万 改车就耗费超过200万 其中引擎就占了120万 赤资500万 0到400公尺直线加速 达到8.72秒 突破台湾赛车史新记录 六老大信誓旦旦 打破7.9世界记录 指律可待 辽数已经赢了 我现在告诉你 台湾有快车 三星文曹圣张中博军 SNG小组台中报导